Hello,大家好,我是Paul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缅甸银行到底会不会倒闭 我呢,不是学金融或者是经济的 只是把缅甸的状况呢,呈现给大家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华人都是做买卖,做生意的 就离不开资金这个问题 想必大家也知道,缅甸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对于不太了解缅甸银行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朋友 我来帮你捋一捋 缅甸呢,有27家民营银行和17家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 这一切呢,还要从缅甸军方在2月1号发起的正电开始说起 为什么正电这个问题呢? 我们以后再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2月1号,因为军方切断了这个通信信号 所以不仅手机不能够通电话上网 连这个银行的系统也瘫痪了 就这样过了两三天 银行就各种理由 就是说没钱啊,或者网络不好啊 这时候的取款额度就已经有限了 但是大家都觉得没事 后来呢,因为政治的一些原因 一些公务员,员工 包括这个银行的员工呢 都参加了CDM运动 这里说的CDM呢,不是Cash Deposit Machine 现金存款,而是Cever Disobedient Movement 就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罢工运动 我们不能说参加这个运动不对啊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了解缅甸历史的就能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运动 加上这次的政变 确实不合法 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被通缉啊 所以有些银行就只能关闭营业了 在2月15号开始有大量的民众 去银行取现金 而银行只能提前关闭 2月16号呢,仰光的一些银行 一天它限制200个人 每人的取款额度最多是500万免币 大概约22000块人民币 这之后大家就开始慌的去取钱了 3月1号的时候缅甸的央行规定 ATM取款机一天最多只能取50万免币 大概约2200块人民币 在这之前ATM一天最多是可以取100万免币的 用存折去银行取呢 一周规定的最多是200万免币 大概约9000块人民币 企业或组织一周最多可以取2000万人民币 以前呢,用存折去取的话 你想取多少都可以 现在呢,一周200万 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一个亿存在银行 你要取出来 你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取出来 自己存的钱取不出来 所以人民都有点担心了 在3月5号央行指示所有的银行 在3月8号恢复运营 但是只有部分银行在3月8号恢复运营 3月15号呢,全国移动通信信号 无期限关闭 手机呢,只能用来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 但是不能用来上网 只有这个光纤网络 就是WiFi可以上网 那为什么一定要现金 不用手机支付或网上支付呢 因为移动数据的这个网络被关闭了 WiFi还限制这个时间 凌晨1点到早上9点 WiFi是用不了的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WiFi 所以大部分人没有网络 只能取现金 就算有WiFi,有网络 对方也不收账号里面的钱 他们只收现金 所以现在缅甸有现金的才是大爷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毕生的积蓄取出来呢 就是因为害怕银行倒闭 自己的钱拿不到 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些事 导致人民对军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钱在自己手里才是最安全的 其实一开始 如果不限制取款的这个额度 民众也不至于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取出来 毕竟起初银行都承诺 不管存多少都能一次性的全部取出来 在3月30号 央行规定 ATM一天只能取20万免币 大概约900块 就让大家都很着急 生怕自己的钱都取不出来 所以4月8号左右凌晨4点呢 就有很多人在排队取钱 4月20号左右呢 很多银行都开始复工了 但是用存则取钱呢 一周最多只能取50万免币 大概2200块人民币左右 而且还要排队为了取这50万 这个排队呢已经排到6月7月了 在这个时候魔幻的事情发生了 在4月27号 央行呢发布声明 说从5月3号开始呢 你可以办理一个新的银行账号 用现金来存款 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来取款 就是说你不管放多少 你都可以全部取走 如果你做这个新的账号的话 不这样做还好啊 这么一弄呢让大家更担心了 因为呢之前有人推测啊 军政府要打仗买武器 所以呢就取走了央行里的钱 一直打仗呢就需要一直需要花钱嘛 加上因为政变人们抵制购买彩票 和其他军政府的企业不缴税 所以军政府的国库就空虚 民营银行又是跟央行借钱 如果央行没有钱 民营银行也就没有钱了 那军政府需要钱就只能从人民下手 人民他们也不傻嘛 我之前的钱都还没能取出来 你还想骗我存钱 更让大家相信央行没有钱了 如果继续只取不存 银行真的可能会因为资金周转不开而倒闭 再加上免币现在一直跌 去年人民币免币的这个汇率呢是一比两百 正变后呢是一人民币呢就是两百二十免币 五月份呢跌到了一比两百三十多 大概到两百四十了 俗话说盛世长股东乱是买黄金 所以现在把部分免币呢换成黄金或外币是有必要的 不然在银行得到的利息还不够填补汇率的亏损呢 总而言之 免电的一些大银行是不会轻易倒闭的 小银行就不好说了 有倒闭的风险 像一些大银行 它的这个服务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是它的大客户的话 你存了几个亿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私下给你提高一点额度 不用去排队之类的 有些银行就很死板了 它不会这样子的协调 它不太灵活 好 以上就是关于缅甸银行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